今天的話呢是第11次上課 OK那我們的上個禮拜呢 主要是針對這個 就是樂透彩的那個中獎機率的第二次上課 然後裡面的話我們是把 這個需要的結果做一些 這個用BBA做輸出 其他其他部分的話呢 再把那個這個排名部分 由這個順序裡面 當然有幾種輸出的方式 就是找到先找到小於等於7 就把它抓出來 另外的話還有一種輸出方式 就是找到前7名的 那從第一名排序一直排到第7名 一次的把它做輸出到 那個我們需要的位置上面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 有關那個下一個單元 那下一個單元難度又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我們會利用有一個 就是外匯的資料 這個外匯資料呢如果要抓取的話呢 跟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的那個相關參數啊 不是在那個我們的網址上面可以被看到 其實大部分的那個網頁你們如果觀察 大部分網頁的那個相關的參數啊 都會在網址可以看到 但這個網址啊基本上看不到 那所以呢待會請各位啊 這個稍微開啟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四個單元 那第四個單元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就是叫 其交所外幣的匯率啊 那這邊匯率歷史啊 其實這個其實可以查到還蠻久遠的 我看它裡面好像最早可以查到2006年的那個 美元對台幣的匯率啊 那只是說呢這個地方啊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當然啊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它只有好像只能找到當天 好像還是幾天吧 那其交所的資料比較完整 只是說呢這個其交所這個資料啊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後面其實沒有帶參數啦 比如說你按下送出查詢 它這個上面啊 基本上跟那個樂透 大樂透的最大差別是 這個後面啊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的參數 像之前的那個大樂透呢 它會有一個indage page 等於1等於2等於3 一直到等於61 所以呢我們其實 當然就可以利用這樣的變化 可以去動態的傳遞給它 它需要的參數 它會給我我需要的資料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就可以1到61頁全部抓 那這個地方啊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參數躲起來了 藏在我們的網頁的資料裡面啊 當然這個地方要怎麼把它抓出來啊 這第一個啊 難題是比較高一些啊 所以你可能還需要 我上個禮拜有提過 你可能需要學會什麼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像檢視原始碼啦 不過原始碼這我不建議啊 因為裡面的話啊 從頭到尾你會發現啊 這個網頁啊 光它的程式呢 就有2869行了 哇 那這個裡面 當然裡面呢 包含哪一些東西呢 當然最基本的一定會有html 第二個的話呢 一定會有javascript 第三個會有一個 是javascript嘛 從這邊到這邊 有沒有 它javascript開頭一定是script type 等於什麼test javascript 這個就是程式啦 另外還有呢 就是css css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style 有沒有style 哪一種 它的那個類別是紅的 錯誤啊 等等它有個style 結束style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從頭到尾 自己慢慢k這個原始碼 其實太辛苦了 所以啊 可能我上禮拜講過 你還需要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檢查 那檢查的話 主要會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右半部的 這一個區塊 這個有點像那個 給什麼 給那個 城市開發人員看的啦 那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知道 這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元件的話 那它這邊有個叫elements elements就是這裡面所有東西 那你會發現它可以 它所有的城市都在這裡啦 那也就是如果你想要找那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 某一些元素的話 比如說像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你想知道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或者你我不要選這邊按右鍵 再去檢查 你不要直接按右鍵檢查 如果你選取按右鍵檢查的話 它會直接把這一個部分的城市 跳到它的那個整個原石碼裡面的那個位置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所查詢的這個東西 它本身像這個區塊 它本身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叫th的開頭 th結束 實際上就是th t的話指的是table h指的是head 就是tablehead 就等於這個是一個表格的頭 外面的話 上一層有沒有發現 這個th外面有個tr tr就是這一列 所以它是包在這個列裡面 然後另外再往上的話有個t body t body的話就是在一個框框 OK 然後再往上的話 理論上應該還有一個table 有沒有它一層 table就是外面還有一個table 所以基本上 這個httm有點像是一個設置 整個網頁要長什麼樣子的相關語言 那背後跟裡面呈現的又不一樣 那最外面還有一個叫foam foam的話就是這個表 其實這外面還有一個foam foam的話就指的是表單 那表單裡面的話 會有兩個東西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把這兩個東西 的資料給抓出來 所以其實 當然如果你想要針對爬蟲部分 再精進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能還是要學會 右邊的一些操作技巧 不管說你今天是用VBA來做爬蟲 或者你用Python來爬蟲 或者你用R來爬蟲 其實這個前面前置都一模一樣 也就是你還是要懂HTML CSS 甚至是JavaScript 這第一個 所以有些東西 你假如說像這個標籤 名稱不太熟悉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去找一些像HTML書籍來看一下 或者網路上其實有一些相關網站 我覺得還不錯 像W3School 這個其實就還蠻好 蠻好參考的 有沒有 W3School 這個所謂W3School 它裡面就是有一些教學 反正也就是你如果想要學習 網頁相關知識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把這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能夠了解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已經有一定的程度了 不過非常多 甚至還包含一些延伸的像Python的語言 甚至還有Java 還有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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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一些Sample 如果你假設你不想看英文的話 其實它好像有個什麼 你打一個W3School 還有一個中文嘛 不過這個中文比較像是 有點像是山寨版的 上面都剪底字啦 長得其實還蠻像的 那內容 我覺得差異性不大啦 也就是說 反正你就是要學習這些東西 你才有辦法去做一些爬蟲 那當然第一個 所以後面我們要去爬資料 那怎麼爬 第一個 第二個我希望最後做出來 可以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所以底下最下面這邊 我希望畫個折線圖 然後再畫一個全部的折線圖 再甚至把整個折線圖 畫在某一個工作表裡面 有沒有有點像那個 現在很夯的 就是把它視覺化呈現出來啦 但相對的這個地方可能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實用性非常高 現在很多公司 很多像金融業的分析師 他們都需要具備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往金融業去發展的話 其實最基本的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些東西的基本知識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比較相對吃香的 而且建議如果你有作品的話會更好 比如說你具備有爬哪一個 哪一些外匯資料的所有的網站的一些 作品吧 或者是說一個專題 或者是類似把它 就打包成一個能夠秀出來 當然如果說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秀一下這東西的話 哇那基本上應該是大大的加分 因為現在金融業 因為fintech的關係啦 所以他要的就是極戰力的人才 就跟這個方面有關係 那所以喔 特別呢我就在這個地方 幫各位設計了一些相關的知識啦 所以今天的話第一個 我們在抓取資料 所以我們目標是希望 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把它快速的繪製成為圖表 這個圖表的話基本上現在蠻夯的 就是把它做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一般叫視覺化啦 或者叫圖像化啦 反正呢 就是說呢 最好是可以能夠快速的讓人家一目了然嘛 比如說呢我們今天喔 以底下的這個範例啦 我希望呢 是第一個喔 製作一個圖表 那圖表的話當然最基本的喔 不外乎就是常用的像直條圖 有沒有像這個是直條圖 各分店的業績 或者是說呢 圓形圖 不過翻譯不太一樣啦 有的像Python那邊是翻譯成叫圓柄圖 然後呢 Excel這邊翻譯成圓形圖 反正就一樣的東西啦 OK 或者這邊叫直條圖 別的地方叫什麼 柱狀圖之類的 反正就是翻譯名稱不一樣啦 不過指的是一樣的東西啦 那不管說你今天用什麼樣的開發工具去寫啦 反正我們不外乎就是希望怎麼樣 把一個數據 數據有沒有 做圖像化的輸出 那不同的圖像喔 它會有不同的 表現的重點 比如說如果你用那個直條圖的話啦 它重點大概就擺在它的數據 馬上可以看出高低嘛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強調是比例的話 那你可能用圓形圖會比較OK 因為它比例多少 你馬上可以移不了啦 像最多的 業績最好的 馬上一看最大塊的就是 台北嘛 甚至台北的比例可以把它抓出來 甚至可以把它 炸出來 這個叫Excel 把它炸到 就是把它這一塊嘛 把它有點像切開來 然後把它移到外面去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重點 今天第一個 我是希望 因為剛好順應十四啦 所以我就在VBA裡面 假設啦 想要在VBA裡面做這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不是只有 VBA可以做喔 其實其他像 我也在教Python喔 我發現Python也是這樣做 只是說如果你用Python來做的話 我是覺得相對 麻煩很多啦 為什麼 因為你要 光要把Python 你要再加一些外掛上去 還要把環境弄起來 我覺得 而且他還要 所有東西 你要設置 那如果你完全不懂得怎麼去操作這個 相關的語法的話 可能你會寫不出來 但是VBA有個好處 他就是可以錄製聚集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聚集 他會告訴你說 你可能用哪些屬性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OK 所以假設啦 我們今天 的練習題就這樣 我希望呢 把底下這個資料 有沒有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把底下這個資料 Ctrl C 然後呢 直接貼到一個新的Excel 所以你就開個Excel 開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在B2儲存格上面把它貼上就好了 好了 這樣我們就有資料了 那我希望呢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在這個地方 先做一個直條圖 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啦 這個 我剛剛已經把 程式先貼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直條圖 也許就長這樣 然後呢 旁邊再放一個什麼呢 旁邊再放一個圓形圖 就類似這樣 OK 那怎麼樣怎麼樣做 OK 那當然也是要程式化的 那將來當然你除了說可以 你要畫 幾個 你也可以自己安排他的位置 大小 然後呢 甚至你可以 可以放在那個資料的旁邊 甚至你也可以另外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這兩個放在另外的工作表 讓它 呈現出來 有點像 類似像現在蠻夯的一個 軟體叫POW BI POW BI它的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做Dashboard 可是我覺得Dashboard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 跟VBA比起來 我覺得VBA是相對比較可以客製化的 但是呢 POW BI裡面 它裡面沒有可程式化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彈性的 可程式化、客製化的處理的話 那如果跟這個比起來 會是 一個問題 因為它上面沒辦法寫程式嘛 所以我反而 因為我自己也考過POW BI的證照 原廠證照我也去考 不然我發現 它裡面沒有地方可以寫程式 那我不如我乾脆用Excel VBA來處理這些東西就好了 OK 所以大部分我覺得 還是Excel VBA上面能夠 做的事情彈性比較大 但是它POW BI有POW BI比較強的地方啦 比如說它裡面可以載入地圖 可以把你所有的像 如果這些有地點喔 你可以甚至 在它地圖上面呈現 這一點可能在Excel裡面沒辦法辦到啦 不過 其他地方我覺得 應該 兩者之間 互相 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VBA不見得 是 比較弱一些喔 有些地方 OK 所以喔 待會我們第一個先把 資料貼過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喔 先做一個直條圖 但是你想說直條圖要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呢 我完全 不會 撰寫程式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有些方法可以來做 當然喔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有沒有 錄製聚集的話呢 不過你在錄製聚集之前 一定要彩排 所以一 請你什麼 游標先放在外面喔 然後二的話呢 你就選取這個範圍 我是建議啦 還是用那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比較OK OK啦 反正就這樣選 或者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OK 那選 選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 這邊有一個 所謂的 圖 圖表 那圖表我們用最簡單的 用直條圖 你會發現馬上出現了 點一下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變更幾個東西啦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的標題名稱 它預設已經有標題名稱 那標題名稱的話 我希望改成什麼 比如說改成叫什麼 各分店業績好了 比如說改成這個名稱 各分店業績 然後 這個地方 把它輸入這個 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 再來就還要做幾件事 就是把它移動到 哪個位置 移動到大概這個位置好了 這一點 然後大小的話大概 寬300吧 高大概200 大概差不多這樣的數字 其他的話甚至可以把這個 上面的那個文字啊 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它的 大小呢 也許調成大概18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 也許加一個紅色字 類似這樣這樣 這第一個 OK 這個直條圖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要做 第二個 圓形圖的話 相對會比較麻煩一點 圓形圖 你會發現 第一個一樣要選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選擇比較基本的 當然裡面有立體的 甚至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什麼 一個子圖一個母圖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用最基本的 假設我今天選這一個 然後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擺在它旁邊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並且 不好調整剛剛好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上面的話呢 要顯示它的一些資料 並且 可以把 最大這一塊 把它炸出來 這一塊 怎麼樣把它炸出來 其實你有一個技巧 點一下 選全部 再點一下 選這一塊 可以把它往上 往外拉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標籤部分的話 假設你外面需要標籤的話 記得喔 你要選什麼 在圖表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 新增項目 它這個名稱叫做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裡面呢 記得喔 把它選擇叫 中點外側 特別注意喔 這個功能喔 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它的數據 放在外面的話 那你可以點選 資料標籤的這個選項 中點外側好了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不是要數據 我要百分比 加上它這個分店的名稱的話 那你還可以在這個數據上按右鍵 可以把資料格式 帶出來之後 把它的那個什麼 數 要什麼 數列 應該是 類別名稱吧 對 類別名稱 跟百分比打勾 只取消掉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我們要的 不過我剛剛做的動作 是用那個 滑鼠鍵盤來做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程式來 處理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 簡單一兩個是沒問題啦 可是如果多的話 那你當然就要跑很久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第一步 先取得那個 我們 雲端白板上面 第四 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數學與統計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 期交所外幣匯率歷史 POST這個 這個單元 然後呢 找到這裡面 我資料是先放在那個 第 第幾頁 第2頁的地方 所以你捲動到第2頁 會有一個叫做製作圖表 的地方 然後呢 先把 這個它底下 應該是已經捲到第3頁 第3頁這邊有一個表格啦 這個是Google 上面的 Google Google 文件上面的表格 你把它Ctrl C 直接就貼到那個 我們的 B2儲存格這邊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可以 自動化來 繪視 這個圖表的話 那 在那個 Essail裡面 我該怎麼處理 處理啦 Essail我是覺得 它彈性比較大的地方是說 你如果還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至少還可以用 滑鼠鍵盤 先至少了解一下 大概 要該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可以再配合什麼 叫做 開發人員裡面 錄製聚集 你可以把對應的程式 給錄製下來 然後呢 你可以再去執行它 理論上喔 有些東西 是可以跑得出來的 沒有問題喔 也就是你有些程式 不會寫 沒關係啦 反正呢 它錄製聚集 會提供給你一些參考 至少你還會有一些 基本 基本架構的程式啦 再來你就是還是在 再修改一下那個程式 你就可以慢慢可以把你要的 這個圖表給跑出來了 如果你有大量的圖表 也許再配合一個回圈 可以把大量資料 繪製成大量圖表 有點像是那個 Power BI裡面那個叫儀表板 Dashboard 它可以自動幫 看你要放哪裡 可以把它放滿滿的 比如說一個工作表一切過來 就一個Dashboard 一個工作表切過來又是另外一個Dashboard 那可以 分別 針對 數據 去 分別調列出 它的那個各種樣貌 各種面向的 這個 圖像化的 這個 輸出啦 OK 當然 對於 對於決策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有時候你要做決策 如果假設 你已經有一些視覺化的 參考 那當然你就會 對你的那個 下判斷會是還蠻便利的 儀表板其實你可以想像啦 有點像開車一樣 如果開車假設都給你數字 你會搞不清楚到什麼什麼狀況 所以你會放那個儀表板上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刻度 有沒有 或者是一些可以 像現在比較新的車子 大部分 甚至用一些圖像讓你比較能夠清楚 知道說你車子的狀況 好 記得我是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我是放在叫 其交所 外匯 匯率歷史 巴拉湖Poster 我會看到 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 那些車子 我去拿 我可以看到 你不得到 我會看到